奇观星气象 而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这一周都会有零星降雨的几率 而强台树立基虽然不会席卷台湾 疏解汉象 不过东半部沿海 也容易有长浪的出现 民众从事海上活动 还是要小心留意 周一周二受东北季风影响 雨量增多 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雨的发生 早晚偏凉 民众出门记得添加薄外套并携带雨具 而强台树立基持续朝西北方前进 未来侵台几率也将越来越低 到22号开始就开始往东北边 然后在东北边转出去 所以基本上它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是开始往北边跟东北边移出去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它的台风外围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局部一些地方 受迎风面还是会有些这样的情形 大概都是受到台风影响比较大 然后期末的时候就受到华南云雨的情形 所以基本上在某些地方可能云会多一点 然后雨会多一点 不过并不是说整天都不透光 整下整天就可能是很短暂的一些雨的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高温其实大概就在22到27度之间 然后低温其实不会那么寒冷的 就可能早上天气还是比较偏凉 晚上偏凉 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可能还是起摩托车还是加一件衣服 未来降雨还是偏迎封面的东半部地区为主 周三开始范围会再扩及到北部山区 但仍提醒华东民众要节约用水 而虽然树立基青台机会低 不过沿海还是有长浪发生 建议从事海上活动 仍要留意自身安全 谢谢蒋方言华联士报导 谢谢大家